坎入的坎 大家可能都以為正確念法 就是簽 是簽入而不是坎入 但是教育部國語詞典 說明了這個字也可以念坎 那究竟正義般的魔人 不要再發揮功力了 如果你去工地 想要跟師父講坎燈 卻講成簽燈 可能就沒有人聽得懂 歡迎回來 簡單設計 我是Win 浴室不僅是個人的衛生場所 也可以是放鬆身心的私人天地 雖然浴室博外物就是洗手台 馬桶 浴缸 淋浴柱 以及磁磚等物件的組成 但是要打造一個 功能完善舒適實用的浴室 並不簡單 光是在一堆磁磚裡面 要怎麼去挑選出來 就讓很多人開始懷疑人生 不過別擔心 因為今天的影片 將從空間尺寸配置 可以知道浴室物品的選擇 來一一了解其中的差異 幫助你設計出最好用的浴室喔 一 浴室空間配置 浴室尺寸 通常過大的浴室 難免會讓人家有一種 過度浪費的感覺 但太小又會讓人覺得太過壓迫 到底怎麼樣的浴室空間 才是最適合的呢 首先 衛浴空間主要的動線 通常就是在洗手台的前方 一般來說 為了保持 浴室使用的活動空間順暢 洗手台的前面至少要保留 75公分以上的走道空間 若家裡面不只一個人住 然後也只有一間衛浴 那這時候建議走道越大越好 最好可以保留到 80到90公分以上的走道空間 當有兩個人同時在浴室會車 才不會顯得太過擁擠 而馬桶前方的空間 也就是馬桶的前沿道 對面的牆壁的空間 則建議最少要留到 60公分以上的走道 那我們起身的時候 才不會覺得空間太過擁擠 那馬桶 左右兩邊的寬度加起來 建議至少要在80公分上 這樣的空間才會是比較舒服的 乾濕分離的尺寸 浴室乾濕分離的設計 不僅好用 而且好清潔 但有時候 並非所有的浴室 都適合做乾濕分離 一般來說 淋浴的空間尺寸 至少要落在 80x80的境內尺寸 若是低於這個尺寸 通常在淋浴時 我們轉身的時候 就會顯得太過的擁擠 但是呢 依照很多設計師的經驗 如果我們的空間條件足夠 那就會建議最少要留到 90x90公分以上的空間 未來若是有小朋友 也比較方便我們擺放 小孩的澡盆 以及洗澡的椅子 那乾濕分離的淋浴間 種類 大部分有分成圓弧形 五角形 又或者是正方形 空間的一字形 或是L形等等 那一般來說 淋浴間玻璃 如果有越多的接點處 則漏水的風險一定會越高 若是因為空間條件有限 無法有太多的選擇 那在我們施工的時候 就要多花一點心思 在防水的工程上喔 就空間尺寸而言 三件式的衛浴 建議至少要有一瓶以上的空間 那如果又加上浴缸變成四件式 則建議最少要有兩瓶以上的空間 整體而言才會比較舒適喔 日本的三分離浴室 三分離浴室就是將洗手台 馬桶以及淋浴區 相互分開的設計 相信有去日本旅遊過的觀眾 一定不陌生 這樣的設計可以有完美的區隔 不同的機能讓使用者之間不會互相的去干擾 或是搶廁所 尤其是家中只有一間未浴的家庭 更能明顯的提升它的方便性 但是這樣的設計雖然說好用 但是也蠻考驗空間的條件的 那施座的費用也有可能會比較高 首先呢 馬桶間建議至少要 要預留寬度80 深度100以上的近空間 這樣我們在上廁所的時候才不會覺得壓迫 然後淋浴區要是沒有浴缸 則建議空間的尺寸至少要在90x90公分 那如果有浴缸的話 則要看浴缸的尺寸來決定我們的空間大小 那再來洗手台的大小則建議 至少要保留深度50公分 寬度70公分以上的大小 但若是整體的空間不足 可能又希望做出一些區隔 或許也可以考慮只做二分離衛浴的設計 也就是單獨將洗手台做到我們的浴室外面 這樣也可以達到一些不搶廁所的方便性喔 2.浴室物品大權 當然除了空間規劃 浴室裡面的物品要怎麼挑選 也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那就讓我們從常見的浴室似天王 洗手台馬桶 淋浴柱以及浴缸 來一一的幫大家做解析 洗手台面盆 洗手台的種類有很多 那大致上常見的樣式 可以分為 壁掛式面盆 台上盆 半砍盆 全砍盆 以及立柱式面盆等等 那一般來說 壁掛式的面盆 算是最節省空間 也是最容易安裝的類型 那同時也是早期最常見的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底下 通常比較不會去裝下浴柜 所以也就沒有儲存物品的空間 而且承重的能力有限 萬一不小心承重過重 有可能就會掉落 造成安全上的疑慮 那在這邊順便跟大家講一個 我小時候的故事 小時候我就曾經大碗便之後 整個人爬上壁掛式的洗手台 上面要洗屁股 結果呢 沒錯就是洗手台 整個掉下來 炸裂 但是還好 我人沒事 那偏提的拉回來 而另外一種飯店裡面常見的 台上盆或是半砍盆 雖然說很好看 但是呢 麵盆的邊邊也相對比較容易 造成清潔上的死角 容易卡水垢污垢 但這樣的麵盆 是可以做下櫃來增加雙碼空間的 那再來是近年來越來越受歡迎的 全坎盆 那Wii呢自己家裡面跟公司也是用這種 全坎盆呢 較不容易有清潔的死角 檯面也較為平整 那清潔起來也比較容易 但要注意的是 如果麵盆的深度不足 則較容易會有水花噴溅出來的問題喔 那最後一個是 立柱式的麵盆 它的整體設計較為 簡潔現代以及美觀 比起壁掛式的麵盆來說 也較沒有沉重的問題 但是呢 它也不具備下櫃收納 而且款式的選擇通常也比較不多 那通常價格也偏高 以上各種麵盆的種類 它其實各有優缺點 實際上就要依大家真正的需求 來去做挑選馬桶 馬桶呢依照外型以及安裝的方式 主要可以分為分離式馬桶 單體馬桶 以及埋地式馬桶等等 那分離式馬桶通常是這三種款式當中 最常見的樣式 因為它的水箱和馬桶座是分開的 製造上也比較容易 所以價格也比較親民 但是呢也因為馬桶跟水箱 是靠螺絲去做固定的 使用久了也比較容易 會有一些漏水的問題發生 另外呢分離式馬桶的樣式 比較自視化 比較好看的外觀的選擇 通常也比較沒有那麼多 那如果比較在意美觀的朋友 那就比較不建議挑選喔 那單體馬桶則是水箱跟馬桶座 一體成型燒製而成 外型美觀省水 而且水箱跟馬桶座之間沒有任何的連接縫 所以相較之下 就比較不用那麼擔心它的漏水問題 不過單體馬桶普遍來說價格會較高 如果損壞則需要整座更換 那再來是埋地式的馬桶 目標示意就是將整座水箱埋在牆壁裡面 只有馬桶座懸空安裝在牆壁上 它的優點是美觀 而且它的底部因為是離地的 所以我們會比較好清潔 但是呢它的缺點則是普遍來說價格會比較高 而且如果遇到水箱故障需要維修的時候 維修的難度也會更高 淋浴柱 想要擁有高品質的淋浴體驗 淋浴柱的挑選絕對不能滿乎 那淋浴柱的種類主要是 分為固定式 手持式的蓮蓬頭 以及花灑淋浴柱等等 固定式呢在裝修的時候 管線就會埋壁 並且將蓮蓬頭固定在牆壁或是天花板上面 在外型較為簡約俐落 但也因為管線是預先埋進去的 所以有時候維修真的會比較不容易 而手持式通常居家是最常見的 安裝容易而且價格通常比較親民 也是很多人的首選 而且蓮蓬頭的種類很多 也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做採購 在更換上面也相當的容易 而第三種花灑淋浴柱 則是將浴缸熔頭、手持蓮蓬頭 以及固定式的花灑來做一個整合 然後如果選擇到比較高規的產品 也有可能有SPA等級的按摩規格 但相對的花費也會高不少喔 浴缸 常見的浴缸的款式大概有四種 分別是砍入式、石器式、獨立式 以及下沉式 那一般呢 則以砍入式的浴缸最為常見 優點的是保溫的能力好 而且浴缸的基座旁邊 還可以方便的放置一些我們常用的沐浴用品 但也因為浴缸與基座的交界處會有吸力康 若是我們浴室沒有在平常保持乾燥或是頻繁去整理 那在吸力康的部分則有可能比較容易發霉 那再來石器式的浴缸則比較常在飯店等場所看到 大部分是以氣磚的方式在貼附上石磚或石材打造而成 優點是可以依照我們浴室的空間大小以及形狀來做定製 但缺點呢 是它的維修的難度通常會比較高一點 而且保溫性較不佳 那還有一種是常常在美具裡面或是一些豪宅開箱中看到的獨立式浴缸 那它的優點是款式選擇算蠻多的 而且不需要額外建造基座 那在日後的維修也會比較方便一些 但有一個缺點是因為沒有大面積可以浮的平台 在進出的時候會稍微比較不方便一些 而且我們的沐浴用品也要另外找地方放 那還有一點它也非常討厭我們浴室的空間大小 然後在浴缸的後面也比較容易會有清潔上的石角 那最後是下層式的浴缸 它是指將浴缸的下半部 或者是整座浴缸都埋入地面下的設計 那優點是進出浴缸方便 相當的適合家中有長輩或小孩的家庭 但是它的裝修成本較高 而且也非常考驗我們樓地板的條件 並不是每個人在家裡都有這個條件可以做施作 而且在未來的維修的費用也有可能會比較高 好小小的浴室其實在設計以及用品選擇上都不是那麼的容易 那在規劃浴室時除了美觀更要注意實用性舒適性 以及考量未來的清潔跟安全的問題 這樣才能打造出真正好用以及適合自己的浴室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如果大家對於深圳設計還有其他的問題想要知道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 那不要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乾燈設計的FBIG還有WIN的個人生活頻道WINFAMILY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再見囉